誒? Sorry,錯區了 等一下Facebook,現在正在開啟了 OK了,上了Facebook,OK了 大家好,馬健樂同學會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開這個教學區 就是這個,Zoomzikeng,Zoomzikok 互動教學區 是的,在我身邊有江Sir 我們有些Echo 我們有些技術性的東西,要先弄一弄它 那L可以先說一下,一會兒是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OK 應該是我剛才的Facebook撞了聲 不是,可能是我們大家的Facebook 哇,Family多了 Tommy,你有沒有興趣上來聊天 當然可以給你一條Like 給你一條Line,Zoom 一起上來Zoom Tommy,Tommy是我們忠實粉絲 Tommy,Tommy有些什麼問題 我們一會兒可以和你聊 你有興趣,真的可以有興趣 你可以告訴你,我們給你一條Line 一起上來Zoom 好嗎? 我們同學應該是很熟悉的 我身邊有Ben Sir Ben Sir 和我們都 怎麼說呢? 都一起做了很多期的訓練班 好像藝人訓練班 哈哈哈哈 Level 1的訓練班 Ben Sir,很快就先介紹一下Ben Sir Ben Sir都有20多年的訓練經驗 Ben Sir今年季更是 秘密 哈哈哈哈 25歲 25歲 自出人胎開始 已經是做訓練的了 那麼 教狗無數 主要都是工作犬為主 是 近年就會是最深 教警犬為主 我想你教的警犬 有沒有超過過8隻呢? 一個隊 如果說在內地一個隊 都在說是5、60以上 是啊 是很有經驗 而且對馬連來也是很有經驗 你是馬連來 基本上是研究得好很多年 04年開始自己養馬連來 在香港來說都是先鋒 警犬隊也是03年才引入馬連來來香港 我養馬就13年 L就2020年 今年 錯 不是 你可以當是19年年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是的 所以Ben Sir 是很專業的 資歷那裡 不用質疑 另外就是 除了工作犬之外 他最深入IPO 現在叫做IGP 就是一個叫做 犬者護衛訓 護衛訓 護衛訓的運動 對不起 所以我不知道中文 是什麼 國際標準護衛犬 國際標準護衛犬 對 追求一些很漂亮 很Dicent 即是很細緻的動作 咦 嘩 嘩 走出來 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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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很低 好的 其實今天我們是互動教室 我們真的輕鬆一點 第一課 其實上課為主 輕鬆一點 到大家 喂 Hello 你好 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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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們從上課為主 接下來我們多一些會用Zoom來和大家上課 因為不停課不停學都是我們的中置 我們不會停止授課 希望大家也不會停止學習 今天的主題是關於攻擊性 因為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人棄養動物 我想我和El也接觸得比較多,聽得比較多 棄養真的有藉口千千萬,其中一個藉口是說 我這隻狗咬人,就不要 但是大家不要深究,我這隻狗的攻擊性是否真的有攻擊性 El,你有沒有見過一些你覺得是很有攻擊性的狗 狗還是馬連來? 就好啦,其實都是馬連來的狗 我真的有的,真的有攻擊性 但那些真的不是,我的比例真的不是那麼高 攻擊性,一來有很多原因,Fansur一定很清楚 不是攻擊性的原因,咬人很多原因 但是你說可能有些,可能 在街上,譬如有些人跑步,在他身邊經過會撲 是否責還是惡呢? 是呀,這個我們都 經常會接觸到很多馬主 馬主,因為我就比較集中馬連來主 L就比較多,軟化少少的狗種都會接觸得到的 那馬連來通常就說,他們走走路 追著單車 他追著踩單車的人,又或者是走走走拖拖一隻狗 然後呢,不知道他追著什麼 連人拖都拖不住 連人都差不多 連人帶狗都經常飛出馬路 那些人就說,我的狗很有攻擊性 他會咬啊 還有那些狗主要說,你看牠咬到整隻手都損了 這些情況我們都挺普遍的 就是我們見不少這樣的個案 那究竟這個問題就是,你們的狗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隻狗咬人的原因是什麼 究竟是牠真的有很惡 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攻擊性是真的一種是比較上惡意的 就是不是善意的 是惡意的 是有一個侵略性的行為 那但是,是不是真的馬仔被人的感覺上 或者我總之跑啊,追你啊 那些小朋友 尤其是那些尺堅 就說很多個案是小朋友跑啊 然後那隻馬仔就跑去追小朋友咬啊 咬牠咬褲啊 其實這樣是不是真的攻擊性呢 不過Ben Sir,你可以講講的 其實,我接觸過很多 那些狗咬自己的馬或者狗是好啊 咬人咬單車,咬手推車 叫人買菜,拉著那些車都照咬 那其實我去過看過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暴力動力的 它不是真的惡那種 那如果你其實那隻狗惡 你可以留意它幾點 第一,它是中毛有沒有豎起啦 有沒有升牙啦 尾巴有沒有升起或者是平腰 而那個搖擺的幅度是很輕微的 這個就是攻擊性的 就是進入防衛動力 如果它是暴力動力的 它通常都是升起了尾 搖擺的幅度是很大的 中毛是不會豎起的 這個是暴力動力的 等等,中毛大家可能未必聽得知道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那些人經常說 那些狗會暴力到頸毛都暴力了 就是由頭後面頸的位置 一直暴力到肩膀中間 去下一點點的位置 嗯,是 我看到有人說單車是 阿露追單車是不是 會追單車? 會咬單車? 會咬單車? 不要緊要的 對於馬仔來說是很普遍的 對於馬仔來說 不過剛才這麼說 但是就是你 剛才阿Ben Sir這麼說 攻擊性和暴力動力 真的是兩回事來的 是兩回事來的 是完全兩回事 不如你簡單 阿Ben Sir也簡單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暴力動力 好嗎? 暴力動力它本身是 狗原有的動力來的 就是它去打裂 如果它沒有了這個管力 基本上它在野外生存不到 就是說 簡單來說就是說 就是這些 所謂的動力都是本能來的 那暴力動力 就是以前 狗還沒被人類唇化的時候 還沒被我們圈養的時候 那其實他們 都要出去賺食 那它出去賺食 那它就要暴力的 它打裂的 OK 那它被人 看到一隻雞 在那裡走 那它去追它 這個動作呢 就是它本能的反應 因為它肚餓 因為它生存 因為它生存 為了它 所以它就 去吃它 這種呢就是叫做 暴力動力 這種是本能天性 但是問題 就是說暴力動力 是 解釋什麼 就是在現實生活來說 現在它們不需要打裂它 不需要 就是狗不需要去捉 去吃 殺它吃的 在現實生活來說 那暴力動力 可以怎樣解釋一下呢 這種情況 這個本身就是 如果你的狗 是沒有了這個 其實你的狗 正在退化 那我們其實 我們在訓練裡面 我們會利用它 有這個暴力動力 我們會玩玩具 去令到它喜歡玩這個 這個暴力動力的遊戲 而且就算拋球 你也是滿足它的暴力動力的 嗯 這個遊戲來的 那尤其是馬仔 如果你不滿足它 就是不滿足它這個暴力動力 它有可能會去搞破壞 東咬西咬 就是我可不可以這樣解釋一下 就是說暴力動力 其實是很喜歡追贏 沒有了 簡單來說就很喜歡追贏 我本身就很喜歡追贏 追贏其實是一種 叫做行為行動上的發洩 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是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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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暴力動力 簡單來說 在現生活中 那些狗本身是喜歡追贏 你看到很多狗 本身都喜歡追一些會動動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天性 追完之後咬 追完之後咬 其實他們純粹是一種是心態 心態上 本能上心態 驅使他見到那樣東西 是不自覺地 嘩 我很興奮 我很想追 我很想捉著牠 是這樣的 等於貓一樣 貓很喜歡捉蟑螂 捉老鼠 一樣的 一樣 也是一種暴力動力的心態 對 譬如說 那好了 暴力動力 我們講了暴力動力 譬如說 好似人們踩單車 經過馬仔 喜歡追單車 那這種行為又是 也是暴力動力的 因為單車是移動的 或者是單車會 踩得很快 就會引起更加大的暴力動力 OK 或者為什麼 那些馬 或者一些有暴力動力的狗 為什麼會喜歡波 因為波的速度很快 嗯 所以牠更加喜歡波 是 明白 總之速度快 這些東西 Tripe一身飛過 對於馬仔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怎麼說 標戰來的 可以說是 一種挑戰 或者是輕反 咦 這樣 飛過就很想捉牠 因為其實牠有時候 也控制不了自己 那種慾望 我們可以這樣說 像馬B 那種智慾能力 是比較低一點的 是了 是了 所以 但是很有經驗 是了 跑步 其實剛才你們聽到那幾下肺 就是牠看到我的貓在走快幾步 牠就進入了 那個暴力動力 是了 的狀態 是因為其實馬是很 馬仔是一種很 叫做都幾 敏感 敏感 暴力動力強 阿Lu 以前沒有 就是阿Lu以前就不會追 不會追單車的 就是現在大大一下就會追單車 那我想問一下 以前沒有 現在有 就是以前不追單車 現在追單車 是什麼情況之後會發生呢 是因為我們培養牠 還是還是牠突然想起 原來我要追單車 還是幾歲開始有 暴力動力 這個東西出來 暴力動力是很細節就會有的 只不過是可能牠成長的過程 根本上是沒有接觸過這件事情 突然間見到 可能頭幾次 牠不會產生 但是見到幾次 牠就會 有這個情況出來 嗯 就是說 牠是不是也會有 是不是也會有 阿Lu有沒有 阿Lu有沒有試過 就是現在你養了馬 連牠的寶寶 有沒有說有些 突如其樂的捕裂動力 彈了出來呢 他很小已經發生了 哈哈哈哈 就是跟牠出去 突然之間有單車 很快在牠身邊經過 嗯 然後 嗯 我說現在就是 追單車 其實十個 穿了八個都告訴我們 是有值得追單車的 但是Ben Sir說 其實牠不只是單車的 就是 阿婆買送車呀 動得的東西 所有動的東西 他都 只要他不是 就是怎麼說 所以為什麼就是 用了一段時間 要令到牠 習慣性專注我 那牠就可以沒事的 完全 嗯 肯定有拼勵過 有機會呢 帶牠去一些 山多樹葉的 尤其是大塊樹葉 然後大風那天 哇 你搞我開心不得了 哈哈哈哈 我首先要找到 一些有大樹葉的地方 還有我自己要斬些招樹 是啊 那其實 除了單車之外 那 那 跑步 那些人跑步 也是 速度快 是的 很簡單 有些人說 追小朋友 其實一些小朋友 速度慢的時候 慢慢走 其實牠不會怎樣 最多是看牠的 但是如果小孩子 跑啊 跳啊 因為小孩子 可能會玩的時候 會有些聲音 在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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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動 是 小孩子的尖叫聲 是令到那些狗 更加興奮 是的 興奮啊 而且會有一個 因為有些狗 好像海豚高鹽 其實你很害怕 看到那些小孩子 回避 因為太尖了 那 我的狗就回避 但是 可能有些馬年來 就會敏感 一尖叫啊 就會變成很興奮 刺激到牠的神經 然後突然 嗯 我又要追牠了 所以我們都試過 處理過一些 專咬小朋友屁股的個案 是的 在沙灘追著小朋友咬 是的 這個我都試過的 我們都處理過這些案子 那 其實除了小朋友之外 因為其實都危險的 某程度上 我們都不想見到 那些狗追咬小朋友 始終 小朋友是小的 但是 咬小 即是叫做會咬小朋友 那些生父啊 其實不只是馬 不只是馬年來會 基本上 有報協動力的狗都會的 嗯 例如呢 金毛我 有試過 有人 叫我去幫牠調教 是 嗯 這個 拉姆拉刀 嗯 狼狗 都 很多種 其實 是的 真的想說 咬小朋友 或者是 捕獵動力高 其實什麼狗 都會發生 不要說 大狗啊 我老闆說 職羅素 職羅素 是的 咬爛了你很多褲 已經 因為那隻 家裡有隻職羅素 其實 大家經常問我 職羅素 怎麼在這裡住這麼久 你問一下 其實職羅素 是職羅素 是的 他今天才很好 非常乖地跟我 他咬爛了我的沙發 他咬爛了 他咬爛了沙發 他今天咬爛了沙發病 咬爛了 那些叫什麼 菇 那些裡面的海綿 都飛出來 而且他很喜歡追的 那我都 因為他這麼小隻 我一邊走 帶著屁股 我拖著屁股 我變出來 我的腳 是他一個很大的干擾 來的 是一個領魂 是的 然後他追了一下 有一天我追了他 其實我咬爛了 咬爛了很多條褲 所以其實 到那些動力 不是只有大狗 或者是馬連內有 其實小狗也很厲害 真的 而且小狗靈活很多 是的 是的 所以 所以 來擠它 更難 非常之麻煩 如果你的暴裂動力 突然出來 你就不控制它 就比較麻煩 那我覺得 我們來說 除了說暴裂動力 我們還是回去 回去 我們先給大家一些 防衛 那你怎麼教不咬 怎樣教不咬 我們一會兒說給你看 Mike Chen 一會兒說給你聽 我們去防衛那裡 防衛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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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性那裡 因為我也想讓大家知道 除了你說 暴裂動力是什麼 一回事之外 我也想給大家一些 照片 究竟 攻擊性的狗 是怎樣的 剛才好像Ben Sir說 你要樹了中毛 或者簡單來說 你要看狗的身體語言 去判斷 這隻狗不是攻擊性 但是我比較空泛 可能這樣說 大家拍不到 我找到 在網上 找到一些圖片 給大家看看 什麼叫做攻擊性的狗 什麼叫做暴裂天性的狗 我幫我現在 分享一下我的圖片 給大家看看 那 等 Ben Sir 對著 我們可以對著 圖片 去解釋一下 我先等一會 分享一下 圖片 對了 現在大家都看到 圖片 L也看到 圖片 對了 那 我先拿出來 好 那 Ben Sir 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眼前圖片 這隻馬仔 啊 又跳了出來 OK 眼前圖片這隻馬仔 其實它是這個 醫生牙 就是這個 我們以為是 升起牙 你其實 對了 他看不到你 他看不到你 OK 你可以用它 這個 你是不是在說 這個 就是這個 剛才 Ben Sir所說的 星牙 星牙狀態 耳朵 耳朵 全部都放進去 是的 其實這個已經很明顯 一定不是暴裂動力 不是暴裂動力 暴裂動力 它通常都是 嘴是 弊的 合起來 OK 這些就是所謂星牙 我們再看一張圖片 那 是的 這個 這個都 這個更加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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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明顯是星牙的 但是耳朵呢 耳朵呢 耳朵它又不是暴裂動力 都是低下的 都叫做得意的 都是叫做得意的 OK 那 另外 背 這是不是肌肉 比較順暴裂動力 因為就是它 在暴裂動力 它的尾巴 尾巴的幅度 不可以大 所以它擺幅度是很小的 就是說 如果是有攻擊性的狗 因為我們沒有這些攻擊性的狗 剛才我所說的行為 其實就是一種 強勢的防衛 就是主動性的攻擊 等等 剛才你說尾巴那個 就是如果是豎起 或者是平腰 就是平背 平背 我再看看這個 是不是這個 等等 這個 是 這個就是升起了 那這個就是攻擊性 是的 就是它是平起 但是它不放的 可以開大一點給大家看 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這個尾巴 是的 升起了 升起了的尾巴 但是它不擺動的 但是它不擺動的 就是那個尾巴 就是這樣 是的 就是升起了 但是它搖擺幅度是很小的 是很小的 好明白 這樣 但是如果是暴裂動力的狗的話 那個尾巴是這樣 是會搖擺幅度是很大 就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這樣很大的 OK 還有它的吠叫聲音是很尖的 就是如果它是這樣吠 吠的聲音是很尖 而防衛裡面的吠叫 是低音的 即是說狗是 嘩 嘩 嘩 這樣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暴裂動力呢 L 因為 你們 你們不是一直 BEN SUIR一直在說 尾巴幅度的問題 以及向天定 是可能水平 這個我想 都有一部分人是誤解的 因為 有些人經常都會覺得 這隻狗很搖尾 就覺得它是友善 所以這個是 但是我覺得 剛才你們說的 是 可以再解釋得 嗯 清楚一點 是 是 因為真的有些人覺得 我的狗搖尾好像很友善 但是一埋到它 就 一定中 好可愛啊 搖尾啊 快給朋友啊 或者有些是 譬如去狗公園的為例 我有些主人有跟我說過 他說我的狗去到狗公園 然後 對方的狗是 離遠 四肢 凍在地上 站著 然後尾巴向天 不斷發發發發發發 但是 不是大幅度的 可能 11點至1點 那些就是 是 接著它就放狗進去 然後就打架了 接著就打架了 對 沒錯 這個我覺得是 真的很想告訴大家 知道 好啊 都是需要明白 真理語言真的很重要 就是 我們都說了 再說一次就是 當你的狗是暴裂動力 其實暴裂動力只不過是一個天性 它喜歡追東西 其實不是代表它有惡意 它喜歡追東西 那一刻就興奮 興奮的時候 那隻狗就 你會見到那隻狗的耳朵向前 豎起 首先豎起耳朵 接著 嘴就會合起來 合起來 接著呢 你就會見到它的尾巴 它的尾巴就是這樣的 很大的 好像車撥的 發發發發發發 這個是暴裂動力那個 身體特徵的語言 如果它去不到的時間 它可能會吠 吠的聲音是很尖的 沒錯 扮演得很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肯定睡醒了我的狗 嘔 嘔 有時候有些雞仔 發出小朋友 小朋友有些東西 我要 那些 那些 但是當你的狗真的不是暴裂動力 真的有惡意 有攻擊行為 有些是侵略性行為 我們就進入攻擊性 攻擊性的時候 身體語言就不同 剛才說的暴裂動力 是的 攻擊性就是 剛才BENCHO說的牙齒 是的 而且它會 升牙齒 好像現在我們圖片 看這隻狗 都會升牙齒 耳仔 會向後 是的 是的 我們叫BENCHO 向後移 接著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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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神居 尾 That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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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肺的聲音是會低沉很多 這次你扮了 他們通常在肺之前都會 之後才會響亮 但就不是那些尖聲 即是已經不是小朋友 我以為現在是我想你死 另外一種會攻擊性 就是他那條尾已經刮到我肚底的時間 是嗎 都是被動性的方位 即是他根本就是在怕 你再去逼他 他只有選擇 噢 即是說 不要欺負那些狗的尾向後面 是不要逼他 你一逼他 他會選擇會罵你 OK 但這一種是被動性的 他不是主動性的 好啊 你看看 剛才所講的 就是捕獵天性的狗的形態 應該就是這樣 你看到 耳朵向上 是的 還有其實開心一點的 你的樣子 沒有這麼繃緊的 是的 那其實耳朵都已經很快拍到了 情況就是 那這個呢 Functional 你覺得這個呢 這個是專注的 哈哈 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是專注的 OK 好 那我們就把Screen回來了 是的 那這樣情況 那 其實 暴獵動力 來講 還有這個 叫做 攻擊性 我們來講 那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現在 會比較上清晰 我們來講 攻擊性 我們來講 那 OK 先看 好了 那我們回到他的問題 那 跟著就是 阿Mike說 那你怎麼教那隻狗不咬 就是 暴獵動力 不是 暴獵動力 就是那隻狗 是不是追東西啊 的時候啊 教那隻狗不要咬 不要追啊 我追小朋友 你做小朋友 你做做例子 或者用單車 我絕大部分會 採取這個 動力轉移 他本身是暴獵動力 就是 譬如我們看到移動的單車 他進入暴獵動力 但我會將它 轉變為食物動力 就是 單車一 踩到他面前 那個人就會停下來 給食物 嗯 怎麼會這樣做 然後 你一隻狗一見到單車 就會知道 食物 就是 就是說 要他亂想 得到 那單車 就等於有食物 沒錯 或者你再 可以再講 再講多一點 就是 譬如說 我踩著一單車 譬如說 這個是單車 我接下來 譬如說 人和狗 在 人 人和狗 在這個位置 然後 單車在這裡 單車在白色 單車踩過來 是 踩到這裡 就會停 之後就給食物 OK 但是如果 人家 單車不太踩 人家踩 我看不到人家停 你要製造環境 什麼都自己製造 要不然 怎麼練 OK 其實我們 需要有些人去配合 要配合 OK 你可能 你先找些朋友 那我自己要跟他 他跟他訓練 那我要自己跟他訓練 Lu 你要跟他訓練 你會跟Lu去訓練 是嗎 你的意思 OK 是的 因為其實 怎麼說 敏感 我想問 單車一定要去到這裡就長他 還是 看見單車已經長好 還是會好些 視乎你這隻狗 是對他敏感 敏感是 他到底是害怕這種東西 還是 他看到這種東西 興奮引起的暴裂動力出來 他會 追求這個聯盟 兩者是不同的 如果他是害怕的 你這個時間就是 單車出來 你就要掌握了 不需要過來 不需要過來 就是要 首先我們要分辨到 這隻狗是害怕 是的 還是興奮的 是害怕 如果害怕 單車就是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尾巴應該會後頭 沒錯 這樣就縮起來 向後退 是吧 害怕就很正常 反而是向後退 如果興奮的反應 就是 尾巴就是 發 這樣 然後是想 趁著 想向前衝 好 是的 如果 譬如 單車還未來到 他看到 知道他害怕 你也知道 很多狗一害怕 就不吃東西 怎麼辦 怎麼辦 嗯 你要令他再餓 而且把距離再拉遠一點 嗯 只能夠這樣做 或者提升食物的價值 是的 我幫大家問的 是啊 是 我都知道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 首先我們都說 你 食物這件事 你一定要選一些 的 食狗是很喜歡吃的 我們經常說 食物有層次之分 你出去做訓練的食物 跟你在家裡給牠玩的小食 是兩種小食來的 你出去做一些 很艱難的訓練 例如說 你的食物必須它的價值 是要再提升的 譬如說 你在家裡給狗娘 你出去就普通 可能雞肉都可以 或者平時在家裡玩 玩 玩 玩的時候雞肉都可以 那 然後 譬如說 但你做一些 是不相艱難的訓練 雞肉可能已經是 對牠來說 是不太吸引 可能你要去到 內臟 牛肝牛心 例如說 這些 比較高營養價值的食物 或者你覺得 你的狗是喜歡吃 芝士 對 芝士 但這種 去到高層次的 高層次的食物 高層次的食物 你平時真的不要給那隻狗吃 平時你不要 塞筋無塞 就給牠 本身是很有價值的東西 都變成一種不好的價值 我經常都說 你每天起床都如此狼狼 如此狼狼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但突然間 你給了粉絲 給牠吃 可能牠變成一種粉絲 才是一個很高價值的東西 因為首先我們要找回 這隻狗本身 它的高價值的食物 第二就是 我平時就說 牠要食物動力 我剛才還未說 因為食物動力 要是 好才行 因為如果你做一個訓練的時候 你這隻狗已經飽肚 吃完東西 吃完飯 出去做訓練 基本上你的訓練 基本上都可以 浪費你的時間 沒錯 我們希望訓練是事半功倍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這隻狗 因為不是叫餓的隻狗 很餓的隻狗 是令這隻狗有肚餓的感覺 什麼情況之後最好呢 就是當你餵這隻狗之前 去做訓練 那一餐正餐之前去做訓練 比較好一點 不是啊 還有要提的就是 其實一來是因為 如果這隻狗真的都飽了 那食物對牠來說 是啊 我又可以 我不要 是啊 但是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 通常都很少吃飽 和狗出街的 譬如我兒子就是吃完飯 吃完飽 好 就入籠了 就是你不會 帶一隻飽的狗到街 然後明知道 牠對小朋友 對單車這些東西 這麼激動的話 如果牠飽加激動 多兩次 其實真是危險的 是啊 是啊 其實小心一點 我們出去做訓練 真的 第一 真的不要飽肚 帶一隻狗出去 還有吃不飽 所以真的很危險 這些違反轉就是 因此而來 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你剛才說 狗對 是怕單車這樣計 其實最好就是 主人自己踩單 綁住隻狗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接著之後 自己踩單車過去給牠吃 嗯 嗯 都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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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找屋主 綁住隻狗 綁住自己的狗 綁住自己的狗 然後自己就找單車 是的 就踩單車 是的 因為牠看到你 牠會信任你 所以牠就不會那麼害怕 這個也是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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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問 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這樣教呢 一樣 就是我扮成這樣 你沒辦法 你還是要問小朋友 我扮成這樣 我扮成這樣 你還是要問小朋友 我扮成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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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小朋友 通常我都會做 是間接獎勵 就是主人為他的 或者是叫我主人 或者叫我小朋友 拋過去給牠吃 但是首先 當我知道 就是手當幾歲外 小朋友是不怕狗 是嗎 寧願拋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會不會 會不會這些狗 以為小朋友找東西 扔牠 小朋友拋東西 就是不會這樣拋 就是以為找東西 扔牠 就是很害怕 怕小朋友 不會的 牠知道是食物 然後之後 遲些你的時間 牠知道這樣拋在食物 那將來 你會讓人這樣 在動作 那些狗 都是給你食物 你知道小朋友 真的 這樣 拉小朋友去餵食物 是啊 沒有辦法 那你這個小朋友 是不怕狗 不怕狗 而且你要做好 安全的範圍之內 你不要讓牠接觸到 始終是小朋友 和狗 兩方面 我們都要保護 保護的 放小朋友走來走去 文凱說放小朋友走來走去 那你真的要忍著狗去 有些暴裂動力 是不是 你真的忍著狗 在面前走來走去 做一個B 說牠要喵 那隻狗越來越喵 你不要玩 文凱 是啊 那小朋友 拋食物給牠 都是好的 OK 寧願拋食物給狗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令狗有一個好的表現 是啊 是啊 除了單車小朋友 之外還有什麼 追 是 那些經過籃球場 足球場 有想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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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哈哈 對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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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馬主 都有共鳴的 那我也是其中一個 很有共鳴的 那 Kandon 就對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哈哈 波形球類的物體 是很 很忠誠的 那 他是忠誠的程度 是去到很豐盛 他最初來家的時候 怎麼說 他最初來家的時候 其實有一隻很乖的 但是當這個波出來的時候 突然間 秒速變了 變了一隻波鬼出來 我幾次帶過他出去 因為當時我都是幫他找領養的 都是站頭的 帶他出去相看 然後他說 哇 很窩心 然後他又沒有問 就是那些人說 很想領養他 然後我都常常說 我慢著 我說 我只用這個考驗就可以了 那些人就覺得很出奇 然後我說 我拿個波出來 我拿個玩具出來 只要你還拖得住他 哈哈哈哈 就是你拖得穩去的時候 其實你基本上都大致上過半 然後拿個出來 我看到三個領養人 第一個就 然後整條繩 怎麼說 整雙手都紅了 全部都紅了 然後第二個抱著B 然後還沒這樣碰他的繩 因為CANNON看到那個波鬼 嘩 嘩 嘩 然後我看到那個一家三口 本來是這樣 然後就 哈哈哈哈 不用聯絡了 不用說話了 然後另一個是 我先考慮一下 就是他自己都說 都很害怕 因為我最擔心 那些狗 暴裂動力高的狗 一看到什麼 衝出馬路 那 這個CANNON 就是這件事 他就看到 籃球場那些籃球 拍拍拍的籃球 都很好很好 你都見過的 那時候我給過一條片給你看的 是廢得不得了的 其實很多馬仔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你怎麼搞呢 這件事 那我還是搞得了 就先說 如果我是 幼兒開始去培養他 我首先我還是會帶他去一些 籃球場 足球場 就是 永遠都是開餐 就是那裡開餐 就是怎樣 就是 他去到那裡 不停給他食物 或者是 玩寶寶遊戲 找些盒子 放食物 很多的點 等他去到那裡 就是去找食物 但我一吃完我就會帶他走 就是 可以 在一個球場裡面 只是在 周邊 周邊而已 不是進去 當然有問題 我已經是進入了那種 暴裂動力了 我已經是廢了 當然你要提升他的食物動力 才可以做這個 嗯 而且他吃了幾次 他知道這是他的餐館 嗯 他就會選擇去找食物 而不選擇去 嗯 看他有沒有問題 這個 美國問題就是 暫時是沒有的 蛤 暫時是沒有的 暫時你的狗還沒出現這個問題 我生活的環境都沒有 很快會有的了 很快會有的了 等下 我有的時候 可能拍片給大家看 或者馬上zoom給大家看 Marty說今天在西貢 秒殺了小朋友的足球 我也有這個經驗 尷尬到暈了 我告訴你們 我有一次和他做同學 搞訓練 也是有個小朋友 那些是很小的 那些足球球 很小的那些球 膠球 西瓜球 我們叫做西瓜球 我們叫做西瓜球 小朋友幾歲在踢中 然後Canon一個 一個快馬 其實我真的 我眼尾熟到了 但是我真的戳不住 那一下 因為我跟他放了聲 做訓練 已經衝過去了 一下咬爆了 然後小朋友哭 我多尷尬 我多尷尬 我尷尬到暈了 應該告訴大家 就是Canon那個 暴獵動力 和對波哥的 中外的程度 你上次跟我說 他怎樣撿了籃球 然後怎樣 你為什麼要說這些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 其實真的有可能發生 在任何人身上 尤其是如果 譬如你在街上 你叫不住 他又撿了很喜歡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破壞他的形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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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一定要說 這個 哈哈 阿文海就 都是這樣說 阿文海說 男人是喜歡球的 我都明白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那阿尊呢 長話短說 我家附近有一個 小型的籃球場 那是一些村民 玩的地方 那村民放了一個 真的那些籃球 那些籃球在那裡 給村民玩的 那沒有什麼人 那我放假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進去 那有時候帶Canon進去 那Canon看到那個球 是死在那裡 那個球 我們叫死在那裡 那是不動的 但是他已經看到它發光的了 那試過是追咬那個球的 OK 就是想追那個球 你知道那個籃球多麼大 那如是咬過幾次了 但是有一次到最後一次 我真的決定 為什麼一定要戒掉它呢 因為那一次 令到我的尷尬情況 去到頂點了 你已經是 他呢 跑去咬球 OK 平時都很正常的 咬完就算了 咬爆了 那些球咬爆了 那些球咬爆了 那些人又換了一個新的籃球 那些人真的換了一個新的籃球 因為已經被它咬爆了 我希望村民沒有看到這個直播 你就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些人呢 他就咬了 然後就發現 咦,這個死仔 咬著球不動的 然後就扔了 然後大件事了 原來他的口 咬著球 那些牙和球 吸陷了 咬了進去藍頭裡面 即是口大大 咬了 然後咬著球 接著抹不回口 放不到球 即是牙塞了球 其實是很危險的 OK 全部吸進去 接著拼了很久都不行了 接著 哇,死定了 這次怎麼辦 因為由那個籃球場 到我家裡 放狗的路程 是在家中間的 即是 Edan回家 因為在籃球場那裡 但是由籃球場回到家裡 做了一段時間 會經過一條村 那死定了 你牽著狗 咬著籃球 就是牙子黏在籃球那裡 是不是 那怎樣回去 全世界都知道 我的狗咬了一條籃球 是不是 所以那次是尷尬 尷尬都暈了 接著我就打電話給家中 我說 喂,怎麼辦 我兒子 咬著籃球 接著他拔了出來 我不是 卡住了 口卡住了 在籃球那裡 大哥 那問題是 你不能間正 那怎麼辦 接著你很狂狼之勢 不知怎樣 總之他自己就拼了 或者手扁也好 他都不舒服 他都不舒服 嘖 嘖 吞完口 然後就 不知怎樣 總之是脫掉了 最後脫掉了 球跟著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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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他是連死物 是啊 其實這個 他都會剷刀 幻想了 其實他已經是對那個球 他連住了 會動 會動 你現在不動 我肯定你會動 那些 就是那些就會是 所以這些暴裂動力其實都 有時候你講得很好笑 但是某程度上都是危險 因為好像我兒子說 我兒子 如果他卡住 有機會牙齒會斷 有沒有拍照 那種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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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是不是就是帶一隻狗去網球場附近 然後用零食去distract 就是什麼分散的注意力 我會將給牠吃過一餐的食物 我可能會放五個點或者六個點 甚至似乎十個點 是不是算是分散的注意力 還是跟牠做另一個聯想呢 你可以說是另一個聯想 其實是這件事情的 另外Mike就問 為什麼先不教了stay呢 先有規則先行不行 這個是控制法 我不想控制 我要自己去明白一件事 你的意思是令牠明白 這個地方就是牠的餐館 首先是要牠這件事情 為什麼控制法不好呢 當你放了狗狗的時候 絕大部分都是會打翻的 就是其實如果在這個狀態下 譬如先stay了隻狗 那隻狗除非是一路可以stay到 直到你離開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當是一free了牠 牠都是會上 因為牠沒有改變過心態 對 沒錯 明白嗎?Mike 我控制了 Mike明白嗎? 你不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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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會看到呢? 我都知道 因為牠滑了上去 噢 OK 因為其實好像這樣說 控制法 以及Ben Sir的意思就是給狗 就是給狗選擇 為什麼要選擇 因為狗是要選擇 你要理解一件事 就是 其實教狗某程度上 都是講的 因果 要被狗選擇 你做這個事情 結果就是這樣 是的 所以你要令狗 懂得選擇 有思想的狗 但是當然 你是要去掌控牠的動力 喂 這麼好心啊 你怎麼去掌控 譬如說 這次是要牠去找食物的 那你就事先去做牠的時間 你餵得這麼飽飽 這個訓練就一定不成功了 是 是 所以 所以 有些朋友經常說 有隻狗不吃東西 Echo Echo Echo經常說 Chita不喜歡吃東西的 Echo在那裡 Chita不喜歡吃東西的 喂 但我們都了解過 喂 你隻狗的蟲都沒有討餓過 沒有討餓過 什麼討餓 其實除了Echo 很多主人都有 我隻狗都不喜歡吃東西的 因為這隻狗從來 沒有了遺失了原始的那種 本能 是的 本能或者 很簡單一件事 尤其是狗B 比如說 有一條坑蓋這麼寬 他可能 他爆土的時候 你拉他過去 他不肯自己跳 就是不肯跳 不肯跟著 他就會跟你鬥撐 鬥撐住不過 但是當他很肯定的時間 你可能拋一顆狗糧過去 他已經一會跳了過去 就是要將 就是他有這個 食物動力的時間 他會為了食物而去突破自己的障害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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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是啊沒錯 就是你當你有 那個動力 某程的動力 都是講到求心本能 我肚子餓就要吃東西 我就要求全 我為了令到我自己滿足 我肚子餓了生存 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出來 所以 他就會克服到自己 是的 那他就會做 那如果你長期這隻狗都是 因為其實不是不是 我不是經常針對Echo的 那問題不是針對的 但是已經有人爆了 阿文凱說太好夥食了 然後Rico就說兔子耳任吃 我相信大家都是 對的 對的 兔子耳吃了一隻 對的 對的 那隻狗你從來都不會肚餓的 不知道有什麼肚餓的 不是只有牠 其實我們上次教狗都有 很多同學都是這樣 狗三餐是很定時的 可以吃 也很豐足 其實是幸福的 某程度上是幸福的 但是 當你這隻狗 你想和牠做一些訓練的時候 你就知道 如果你這隻狗 每次都是不吃東西的時候 都很麻煩 其實很簡單 你拿著一堆狗糧 手餵牠 你看這隻狗 吃的時間 尾巴會不會搖得很開心 很開心 如果是很開心 很開心 都叫做OK的 如果牠在吃的時候 牠是很斯文 你不用訓練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說 吃蜜蜜 我們說回 不如 說到 暴獵動力 其實大部分 我們接觸牠的馬仔 不是大家這樣想的 那隻狗咬人 不要牠 不養牠 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情況 大部分都是 暴獵動力 暴獵動力是可以改善 而且還可以好好利用 暴獵動力 很容易改善 對 你要用這個暴獵動力 跟你的狗的關係 就更加好 可以利用這個暴獵動力 跟牠玩很多遊戲 例如追一下波 或者是 玩啊 麻包棒啊 就是那些我們叫做 那些 拉扯那些 那些情況 那 那 那 除了暴獵動力 我們都會說回 如果攻擊性的狗 怎麼搞呢 如果我真的 不幸地 說真的 就是少數的 因為我們見到這麼多馬仔 不是說真的這麼多馬仔 真的這麼巨擊性 他們那些攻擊性 可能就是被動式 這樣出來 被動式的 這個 怕的 就 我通常會把距離 首先拉遠 嗯嗯 跟著之後就是 我們再講清楚一點 給大家知道 什麼叫被動式的攻擊性 嗯 他是 害怕的 害怕某樣的 是啊 害怕 比如說人 我當他很害怕 很害怕一個陌生人 那他會 就是我們叫做 那條尾 已經是炒到一個土體上 是 然後縮在一個角落 或者是主人的後面 是 而你這個時間 你去手摸他的 就是陌生人手去摸他 他可能會去 跑來的 是 這個是被動性的 因為他是 因為他對那個人 是產生 那個人給了壓力給他 是不是 其實不是那個人 他是 狗自己的 感覺 沒錯 OK OK 那這種叫被動性的攻擊 是 反應 那 主動性的攻擊呢 主動性的就是我們說的 他本身的狗的強勢度是很強的 嗯 他這個時間 他不會是很高姿態 挺到很直 挺到很直 挺到他的身 但是什麼情況 會出現主動性的攻擊呢 就是你無亂無故都會突然 如果一些很強勢 侵略性很強的狗 其實他無亂無故都會 只要你 又行 就是他的領土 這些會不會是我們叫做 比較上是 地盤意識感 場 可以這麼說 是的 但是其實這一類 就是可能這個級別的狗 其實現實生活 其實不是很多 是的 沒錯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是 攻擊性和捕獵動力 為什麼我們要用一晚去說 就是這個意思 剛才Mike好像說不明白 為什麼要分散他的注意力 但是其實文凱是答得對的 就是剛才不是解釋 就是說 Ben Sir就是說 是要隻狗選 究竟在這裡吃東西 還是再想去找球 就是為什麼不能用這些法 其實 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覺得隻狗是會不知道 外面有個球在這裡打的 嗯 他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要分散他的注意力 波和食物有什麼關係 不是要分散注意力 我沒有用聲音 沒有用什麼去引一隻狗 來我那裡 或者引一隻狗去其他地方 就是 我只不過是擠定了一個固定的地方 這隻狗是有權去選擇 看著那個波 去廢那個波 嗯 這隻狗是知道我那裡是在打的 嗯 嗯 其實這兩者是有區別的 嗯 所以不是食物和球的關係 而是可以讓狗有選擇的關係 對不對? 沒錯 明白嗎? 米克? 文海也答得對 文海也答得到你 Ben Sir剛剛也再解釋多一次 不是分散注意力 是兩件事情 分散注意力是說你的手不停去餵牠 不要讓牠看 人是主動的 狗是被動的 會讓你帶走 嗯 而我 是讓牠有選擇 只不過我是把食物動力提到 牠非常報告 嗯 牠一定是選擇去吃 嗯 嗯 但是我記得你之前有一次跟我說過 在一個 譬如 一個錯誤的時間點 譬如牠已經看著或者廢著 可能那個球 或者是廢著其他東西的時候 你用食物去引牠回來 在這個時間 你正在強化它 對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食物出現的時間點 和怎樣去比 大家如果不明白的話 可以再繼續問 是 可能前一會做一課 就說 講時間的問題 因為獎勵 其實獎勵會有一個 都挺大的破題 你會講一個 reward的時間 你講到 我說的 食物是怎樣的時間 其實隻狗 如果牠正在吠 牠永遠都不會發現食物 嗯 因為牠已經 對著了個target 當牠吠到累的時間 牠已經不想吠的時間 牠開始不吠 開始閉嘴的時間 牠用個鼻呼吸 就會找到食物 然後牠就會學習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閉嘴 去找食物 嗯 就不是 那個注意力 就不是放了牠去追波 是的 沒有 好 那我們再講 講回這個攻擊性 如果真的 不幸有隻狗 是真的有攻擊性 或者主導攻擊的時候 這樣 是怎樣算 這些 例如我 我的狗 一人走 那些人走過來 還沒走到我前面 狗已經是有 真的想咬 因為其實都有 這些狗 可能有些歷史的 你不知道 有時候可能 至終接到這些狗 這些狗 都會有的 真的可能有 小部份的攻擊性 那怎麼辦呢 有些什麼 是可以給那些朋友 我會先用正面聯想 找陌生人去 視乎那隻狗 真的可以去 惡到什麼程度 能不能夠 靠近到有多遠 牠能夠 就是叫做 安全 就是有安全感的 牠是不會說 不得那麼緊要 就是一個困難 我們常常說 就是那個困難 我都不知道是怎麼說 中文叫做 安全的 空間 對 有距離 然後之後 最好是能夠 是陌生人 拋食物給牠 嗯嗯嗯 如果真的不行的 可能你的距離要很遠 牠沒可能拋到食物的 就是由主人去的 就是給牠食物 然後之後又來 牠瞄到都要給的了 啊 牠瞄到都要給的了 沒錯 只要一出現 就要給牠 亦都是要牠很肯定的時間 嗯嗯 否則牠一定選擇 嗯 現實中比較少的 真的有 這麼強高的事 是比較少的 但是如果真的 回到人家 或者是看到 這些 如果你自己覺得 你們真的有這麼高的事 真的你必須要找回 你專業人士去 不懂 去處理它 因為其實 老實說 你未必會自己 真的會選擇 那隻狗 一定要找專業人士 就是專業訓練師 去幫你手 就是無謂自己拯強 這件事是真的 我老實說 你無論 當然你找些信 得過可靠的訓練師 當然一件事就是 但是這個問題 自己真的不要拯強 去覺得 就是太高股 因為我們覺得很多主人 都是很高股自己的能力 就是會越搞越禍 這個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裏面可能會 加插了有負面在裏 這樣 如果你 就是有誠實的東西 在整個過程 就是你在訓練過程裏面 你捉過那個timing 捉得不好 給錯了那個壓力 這樣 這個訓練已經是兩回事 好 OK 再回答一下Mike的問題 這隻狗 如果對球的動力 比食物動力大 那怎樣處置呢 就是 簡單來說 他想做一些假蚊 但是他不吃東西 但是對一個 我不吃 就是我們經常面對的問題 就是 我這隻狗不吃東西 不過我再玩玩玩具 是呀 會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接觸過不少 我們都經常說 為什麼我們要食物 為什麼不教你用球 不教你用玩具 去做訓練呢 不如你回答好嗎 我回答了很多次 這個 這個 阿L回答一下 阿L回答一下 我也想知道阿L 對了 為什麼我們不用玩具 去做訓練 玩具不是下一步的事來的嗎 不是下一步的事 現在考試 考試 考試 如果你今天回答不到我 你三個月之內 不要入我 不要入我 我可以放狗嗎 什麼食物 你最基本 你們一向都是說的 我們在 不會直接 就會用它的捕獵動力去教 因為捕獵動力本身已經是 會令狗更加興奮的 比起食物 不是嗎 對的 但是你可以回答得全面一點 對的 然後我又要說 想這麼多人 你還是不記得 三個月很淒涼 三個月之後才肯讓它帶進來 它會很淒涼 你再夾不到 下個月所有片都拍完 哈哈哈哈 自己拍自己自己 自己拍自己 我已經在剪中了 哈哈哈哈 食物 一向都是食物 先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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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食物 會令它 這個捕獵是最基本的求生 不是嗎 我當作你中第一點 那就不要用它 我只有一半點而已 哈哈 你真是好人 那 什麼 我剛才不是回答了一點嗎 不是說 如果你這麼快將它 用捕獵動力去教的話 一隻狗會很容易興奮 很興奮 很興奮 像啊 開始組織到了 還有呢 它很青 它臉很青 哈哈哈哈 臉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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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這麼說 我不說 我講到口臭 你講 第一 本身的食物動力 我們是很容易去掌握 調控 怎樣 調控到它 什麼度數 我們需要 練習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需要 那個動力 要提升到什麼 什麼水平 我們是容易掌握 第二 隻狗 本身 對 用食物來做獎勵的 它是會比較冷靜 嗯 不會說太激動 太激動的時間 它是 沒有辦法學習的 還喝東西 差不多 下次就暈了 暈又不懂得 下次 有錄影啊 哈哈哈哈 接著之後 食物我們都是可以 比較容易做到層次感 對 其實就是這樣說 很簡單 食物比較有冷靜 冷靜的 真正的作用 OK 也不會太興奮 不過 你用 換句來說 如果進入了興奮狀態 基本上 它們都不在學習 很難去記住 它死也要咬 你一定是冷靜的狀態才能做到的 對 對 對 關於攻擊性 和暴裂動力 我想大家都應該是 掌握到的了 Echo又問了 食物動力太弱 太強 食物動力太強 為什麼食物動力太強 就好了 拍手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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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an Sir的牛肉裏面 沒有食物動力太強 你的狗會強的嗎 食物動力 Apple 你是不是打錯字了 我想以為自己看錯 食物動力太強就好了 我以為是個弱字來的 哈哈哈哈 我想以為是 我以為自己看錯 因為沒有食物動力太強 你只會想牠強的 你只會想牠強的 哈哈哈哈 每天都不吃飯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餵食的狗是很搞人生的 無論什麼品種 餵食的狗也是很搞人生的 我們都希望 譬如說 分析一下 暴裂動力的東西 就會 暴裂動力的東西 不是一種差的東西 我們可以掌握到牠 也都可以 要能夠控制得到牠 控制得到牠 也都可以利用這一樣東西 暴裂動力這一樣東西 來令牠狗 是學習更多東西 有趣的東西 那首先我們分清楚 就是暴裂動力的狗 是基本上 只是一種是本能 很想追一些會動的東西 而是 考到牠 是滿足到牠 是的 勝利那種感覺 是的 尤其是馬制 對於那些快 就是說 對那些快的東西 會是興奮 會產生這麼敏感的反應 因為其實本身 馬制的暴裂動力 是很高的品種來的 所以牠經常會看到 追單車 追小朋友 廢鳥仔 追貓 追小動物 這些都會發生 但是 並不代表牠對那樣東西 有攻擊性 而攻擊性就是 另一樣東西 就是 對 攻擊性有分 剛才Ben Sir說 是有 被動性 以及主動性的攻擊 攻擊性的狗 攻擊性的狗 身體語言 都是不同的 剛才都解釋了 未看的朋友可以看回 我們的片頭 即是看我們的解釋 也有同的 我們都很希望 那些朋友真的分得清楚 這件事 不要說 那隻狗動一下 跑去追 就說那隻狗去攻擊 不是 這件事 那 而 另外就是 我們怎樣 譬如說 那隻狗可能喜歡追波 可能做一些 跳平的事情 怎樣令到這個 暴力動力 轉移 成為食物動力 即是 我們受上一句 轉移 轉移 成為食物動力 這是其中一種 訓練的方法 比較上是 溫和的訓練方法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會不會 拖那隻狗 罵牠呢 直接一點 好嗎 那些人會直接一點 我從來不會去搜 搜定我的狗 即是 即使牠做錯 我都不會罵牠 尤其是很惡的那種罵牠 嗯嗯嗯 其實不需要的 其實你罵牠 跟著之後你給牠的時間 牠就知道 那個狗是由你而來 跟著之後 有很多狗會產生什麼問題出來 你一 你不在這裡 牠又打亂 嗯嗯 是 我們是要讓這隻狗知道 是牠的行 即是要這隻狗認為 是牠的行為 令到這個壓力出來 所以是不需要 不要讓牠知道 你不要罵牠 也都不要讓牠 任何信徒 你直接就給牠 顧面給牠 就是 簡單來說 我們就 最初都是用食物去做 如果真的要 Ben Sir的部分 即是說 有些壓力 就給牠一些壓力 但是這件事 都是有一個學問的 有 找回你的專業的訓練師 去幫你們 因為其實下壓力 不是一打一下就OK的 是的 那情況 尤其是如果真的有攻擊性的狗 如果你下壓力 隨時會有反下火 會有反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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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狗咬死人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來的 那 我們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要回答 我們在結尾之前 有沒有呢 阿文海說 食物動力可不可以轉做暴裂動力 如果用手餵的時候 食物動 如果用手餵的時候 這個你回答就不行了 我不要明白 你現在正在用的 如果用手餵的時候 就是你追手 跑去吃 好 你回答就行了 為什麼不行 就是你拿著食物 你的狗就這樣追 追手和推手 OK 追著你的手 追著你的手 其實已經是暴裂動力一種 推著你的手 就更加是 即是你提升它的暴裂動力 所以你拿著食物 你看到整天 用手去引那隻狗去做任何事情 左右 用手去拿著食物 引導那隻狗去 其實因為它對這件事是有渴求 它很想追到我手上的食物 很想得到手上的食物 它會自己追 會追我的手 這樣就是暴裂動力 有沒有其他呢 這樣 希望大家 阿L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充 或者Benjamin 有沒有最後的說話 補一下 我們想說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問我們 其實我們今天是第一次開 Zoom駐學的活動教室 希望大家喜歡 接下來 如果大家有什麼題目 有什麼問題想 我們開講 即是在這裏開講 都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是的 我們盡量會和大家開一些課堂 大家解答一些問題 這些情況 我希望今天大家 大家就是 暴裂動力和這個 攻擊性 大家分得清楚 不要經常說自己的狗 那隻狗 有攻擊性 不養它 拿它 好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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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可以 不是的 我曾經試過 我問它 好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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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去到 我都小心翌翌 然後一去到 見到你狗 唉 拿來給我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大家誤解了 誤解了 Hello 貓貓 你看 貓的暴裂動力 你會比狗更多 是啊 貓的暴裂動力 你會比狗更多 Hello 貓貓 好了 多謝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Z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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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拜拜